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七月一號開始 中國的新法要隨機無條件的抽查任何人 包含海外人士 這個法即將要被執行了 那今天南韓國家情報院發出警示 在中國拘留的大韓國民 要非常小心使用外網 或是VPN以及評論中共政府的言論 因為中國的執法人員 可以單方面的要求 任何搜查你的通訊記錄 社交平台、電子郵件、照片等等 對吧,而這不是只有台灣在講 南韓今天也出來講了 因為一旦被中國當局判定 你有可能危害中共的國家安全 或是中共的政治安全、政黨 你就會被關或是被判刑、罰款 美國也在今年四月 把中港澳定義在第三級旅遊警戒區 1234 第四級是最危險的 就是現在發生戰爭的國家 那中國是第三級 也是非常的危險,對吧 那他就告知美國人民 如果你要去中國的話 可能會面臨到莫須有 或是非法拘留的這個風險 而中國各地現在出現了 一大堆的除日大堆的抖音號 幾百個這種帳號 各大各小 加總在一起流量 非常可怕 好幾億 那各種小粉紅拍攝 怎麼驅趕日本人 讓祖國放心的打台灣 日本人交給他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這樣的影片吧 我現在在上海日本人學校門口 我會監視這裏的一切 請祖國放心 請祖國集中精力 解決台海問題 這裏的一切就交給我吧 大家好 我是民間抗熱期間第一人 鄭孫 很多人給我私信 說要像我一樣 抗熱期間做得兵器 除錢名單第28個 圓滿結束 我是老吳 當下漢奸無處不在 如果有人 獨自見了一隻 很多網友要我去保護 紅奶長沙的那個 反對毒教材的老師 很遺憾 在我上午 到達這座學校的 十分鐘之前 我粉絲的那位同學 離開了校園 日盯違規 我們在他的更衣室裡 發現了大量的日本和服 看完這些 中國網路上現在傳什麼呢 6月24號 不是有一名中國女乘務員 出來徒手 制止那個小粉紅 要亂S日本拇指嗎 那這名中國女乘務員 在昨天 S 那她因為欠費 醫院現在還不開死亡證明給她 一堆小粉紅在罵她是漢奸 並且仰眼 要趕出所有日本人 跟日本的學校 那我們推移一萬步來說 目前日本 各小至大企業 或是辦公室 或是住點的地方 在江蘇僅剩6800多家 那現在中國的經濟通縮 外商測至大概20%左右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們還要加大矛盾 讓外商覺得 投資中國很危險 或是儘快的離開中國 對吧 那要是這些日本學校都關閉了 你想一下 一個日本學校 一個日本孩子 後面代表的是幾個日本人 在中國的投資事業 那如果他們家具離開中國 你覺得這個 對你們國家發展是有幫助的嗎 所以我說大清還是那個大清 而這不是只有日本人會看到 韓國人會怎麼看 美國人會怎麼看 歐洲人會怎麼看 那你們非常努力的 配合盛上的政策 走計劃經濟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中國的消費降級 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吧 上海大墨子廣場 三大國計劃社區 富人區之一 現在開始擺地他 賣臭豆腐了 加勒服關掉了 畢生客也關了 阿根達斯也沒了 就是剩下華為這個廠 聽得夠乾淨 我們也搖搖理線了 目前我們國家外資流出 大部分原因 是因為你這句話 把別人給嚇了 三分之一靠外資外企 這是上海的經濟特徵 無容置疑 上海就剩下這樣的一些老外了 原以為靠著徒弟施捨一下 師父可以下半身好好的養個老 你現在好了 要清場了 幹掉師父了 那這個師父不緊張了 你現在是 教會徒弟餓死師父 過河拆橋 就別讓心裡明智似的 歡迎小粉 說以上這條影片 是台灣的攝影棚搭建的上海場景 那當然啦 還有部分台灣媒體在洗地說 是民進黨惡意煽動 原來民進黨控制了美國跟南韓政府 那還蠻強的嘛 前幾天自由時報不是報導說 有資深媒體人爆料 由某政黨的節目傳出啊 隸屬於中共中宣部的 新華社駐台記者來台灣啊 做節目丁少 那這個資深媒體人也指出啊 中國國台辦在今年年初啊 陸續接觸台灣數家電視台 表達希望 你們啊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作為交換 那由電視台製作帶狀爭論節目 要求這個節目精準的傳達 北京希望收到的效果 那這個隸屬於中宣部 跟國務院旗下的新華駐台記者啊 他就從這個節目規劃啊 甚至談話腳本都高度的參加 甚至啊有時候還會在場 丁少要求這個細節啊 要照本演出 於是啊這個消息一出啊 撲馬也表示大概在兩個多月前啊 就得知這個消息 但是沒有證據 他也還在搜證當中 所以沒有說 直到自由時報爆出來 他也覺得哦 那我好像也可以說了 反正自由時報爆出來了 反轉的事情來了 一堆台灣媒體人不知道是破什麼防禦哈 痛罵自由時報亂造謠 抹黑民進黨亂造謠 抹黑抹紅 我看自由時報跟撲馬 根本就沒有說是誰 哪家公司的 然後他們現在被罵 甚至連暗喻都沒有 不覺得跟波特王這個事件很像嗎 波特王當初也沒有說是誰 結果一堆人出來獵巫 剛剛各位前面看到那個除日大隊 那個才叫做獵巫 台灣這算什麼等級的獵巫呢 不要笑死人 這不是小巫見大巫啊 這完全不能比 在中國街頭穿和服還會被打電話 給警察拘留 而警察還認為 他穿和服被打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個才叫做獵巫 公權力還站在獵巫那一方 所以我說 你們多做功課 多看這個世界 你會發現 很多沒有國際觀的台灣人啊 總是會舉著不倫不類的例子來說 你看台灣也有啊 是不是 中國這不是個別現象 差遠了孩子 台灣街頭 美國街頭 我們可以看到舉著五星旗的 對吧 那辦的你要說獵巫啊 不是民主自由 有言論自由嗎 不辦 你要說台灣政府美國政府縱容 通常 這兩句話會一起說的人 都是同一個群體的 對吧 都跟以美論的台灣人是一樣 你懷疑美國 認為美國比中共壞 然後你覺得中國發展很棒啊 是守護和平的代表啊 然後你又說 美國出賣台灣給中國 非常的不可取 討厭美國 你不是應該更感到高興嗎 你痛恨的美國 要把台灣出賣給你愛的中國 是不是 所以我說這些人是為了反對的反對 你問這些人 你們買台股 美股 美基金 還是中國A股 十有八九是買台美股啦 那究竟台灣到底有沒有 所謂的節目 受到中共的統戰 首先我們要先有一個共識 先退回到上一步來說 就是你認為中共有沒有從各方面 對台灣或是對歐美進行統戰 中共有沒有想從文的從武的從心理戰的方面 從文化滲透 甚至從這個拜媽祖拜關公 都是中國人這個方面去統戰 有沒有這個事實 如果你全盤否認的話 那我覺得基本上沒有跟你討論下去的必要 那也就是說 中共在欺騙中國人民的納稅前來成立 什麼對台港澳統戰部對吧 在海外成立這個僑胞同鄉會啊 然後這個半官方半民間組織的 或是成立這個僑務總局 僑務警務戰 這些都是假的對不對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就也是承認 中共確實對全世界在進行統戰 好那既然我們都清晰的認知到 中共一直以來都在對全世界 進行心理戰或是文統武統 那請問這個統戰的管道 是很簡單很自私化的 只有第一條或是第二條嗎 還是說各行各業白白種 我接觸到的不同人 因為他的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生活習慣 而有不同的統戰手法呢 如果你沒有概念 請你去看九評共產黨 雖然九評共產黨裡面有偷渡一些大中華一統的民族概念 但是他對中共的邏輯講的是非常清楚的 那你可以去研讀中共的黨史 從1921年開始 OK 中共透過第三方或是台商 捐款給宮廟系統 然後要求他們在關鍵時刻傳遞錯誤消息 或是傳遞對親中有利的消息 那請問是所有的台灣宮廟都舔共嗎 當然不是啊 而我們也沒有說是全部的宮廟 對嗎 那你也不能否認台灣有宮廟被統戰 對不對 確實你也不能否認 那問題就出在我們是說有部分 而你如果自認為你沒有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急於出來否認 因為大家也沒說是你 所以你現在在關鍵時刻跳出來 你不是心照不宣嗎 那我們再退一萬步說 為什麼大家平時會懷疑你呢 那自由時報也說了 某一家公司的某一個節目有這樣的疑慮 OK 那我們假設是我的公司射途日記好了 假設啊 我今天突然舔共了 那我有20個員工 那請問我會讓我這20個員工 都知道我舔共嗎 這20個員工有基層的 有可能清潔阿姨 有可能有中層高層主管 或是我的秘書之類的 我會讓每一個人都知道我舔共嗎 還是我會挑我信任的人 或是有跟我一樣疑似可以被舔共的人 有這個收買價值的人 或是常常當廖伯仔的人 我當然會去找這些人嘛 我不可能20個員工都講我舔共 那有些特別台獨的人 不是會出來舉報我爆料嗎 那我不就爆開了 像我有三個頻道 我也不可能每個頻道 每一集裡面都偷渡這樣的概念 我一定是從0.1% 那種親中的言論 開始去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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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可能我頻道的觀眾 人容忍度是20% 那我就停在20% 我就不上不下了 那這20%就是我的極限 那我也是有確實在做這個 關鍵的這個統戰 但是大家不知道 只有我或是特定的員工知道 是不是 那這個時候 我可能被一些人爆料或質疑 或是外面的人來質疑 可能沒有參與這個統戰活動 我公司的員工 當然就會出來幫我們社徒日記護航啊 我們公司呢有舔共啊 照料 因為他確實也堅信 我們社徒日記沒有舔共 因為他沒有收到任務通知 你們怎麼會覺得統戰是所有人 我天哪 那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是什麼 OK我這個節目確實收錢了 只有我跟特定的員工知道 那有一個來賓來丁少 是外面有一個人來丁少 那很簡單啊 我給他隨便掛個名嘛 只有舔共的人知道他確實是什麼 掛個名都OK 他是我女朋友 他是公司的合夥人 他等一下我們要去吃飯 他先來等我 他是誰是誰的家屬都可以掛 不是嗎 有這麼難嗎 那當然有些來賓他不舔共 他也清楚的認知到 台灣跟中共是不同的國家 他單純的只是不爽 執政黨的某一些政策 那他上了這個由我舔共人規劃的節目 那他是不是變成一個有利用價值的笨蛋 那他也會認為 我是出自於我的自由意識 因為我不知道後面這個 真的是中共的資金 所以他會覺得 我根本就沒有這個統戰 台灣那些爆料的人全部造謠 所以為什麼揭發一個統戰 這麼的困難 你們覺得中共統戰台灣是很簡單的 很粗暴的那種 欸你上節目就說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你覺得有這麼誇張嗎 這樣怎麼打到統戰 根本打不到統戰啊 跟國民黨從黃埔軍校 共產黨就跟他是好兄弟 一起讀書啊 一起接受蘇聯的資金啊 決裂又合作又凝翰分裂又衰進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1926年到1927年啊 好多國民黨高層也是有懷疑 部分中高層或是基層的國民黨員 被滲透是舔共的 當時啊 這些舔共的人也是反罵 欸你們國民黨獵巫啊 一刀切啊 一個最經典的例子是什麼呢 葉劍英 葉劍英他以前是國民黨員 還參加過北伐 是國民黨革命軍第一軍 預備總隊的指揮部參謀部長 他是蔣介石最信任的親信之一耶 1927年反蔣 當時蔣介石還不相信 怎麼可能葉劍英會反 他確實反了還加入共產黨耶 葉劍英後來成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的代表人物 而還有很多人佈上葉劍英的後程 十有八九當初被懷疑的 確實後來都證實是舔共 親共的 所以這又跟前幾個禮拜鬧出來了 有台灣網紅接受統戰收錢去中國當大外宣 結果一堆人跳出來嗆 我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因為回到我剛剛前面說的 中共當然不是請所有人都去舔共 都有收錢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也會分好幾次的空投計畫 然後故意把這些計畫洩漏出去 當我們爆料出來的時候 你又跳出來說 這些計畫是假的 是詐騙啊 我們根本就沒執行 他的目的是什麼 削弱我們爆料人的公信力 等到中共認為我們台灣的輿論環境 已經變成狼來了之後呢 他就可以大膽的執行他原本要做的統戰計畫 因為這個時候他在做就會變成狼來了 沒有這件事假的 不存在 中共沒有要統戰台灣 現在是不是這樣 是啊 所以部分網紅以及某節目 被中共透過白手套收買 我認為最應該被檢討 或是被嗆了是誰 是中共嘛 怎麼會是提醒大家的人呢 不覺得很好笑嗎 去年我跟波特網原本要去洛杉磯 一同參加廠商邀約的行程 後來啊 被內部員工告知 某些網紅不想與我還有波特網同行程 雖然我們沒有要合作拍影片 他連同車都不要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在車上要拍一些Vlog的時候 會不小心拍到我們啊 即便是沒有要同框 我們退一萬步都避開掉這種 我們不小心入境 他們不小心入境的風險 但是他們還是給出了理由是 嘿觀眾會發現怎麼都是在暑假 7月或8月去洛杉磯 又有去迪士尼呢 你看所以他們一定是某一個廠商 一起參加了這個活動 然後裡面有台獨的八九 還有台獨的波特網 那你們非常怕被扣上台獨的標籤 進而可能失去一些廠商合作的邀約 你們卻不怕去中國被扣上了這個 啊你有可能舔共 你們之間可能有人收中共的錢的這個標籤 這個你們就不怕了耶 然後我跟波特網你們怕得要死耶 你不覺得有點有點詭異嗎 甚至還沒有出來說是誰我也沒指名道姓 然後有人說我獵巫 我也說了不是全部 正常來說如果你們認為這件事情 不應該是民主國家的台灣發生 那你們應該要站出來提醒 不能因為內政政治立場的不同的看法 而去抵制他人的參與對吧 但你們沒有 你們反過來說我們嘴賤 把這件事講出來甚至我們造謠 因為我網紅A沒有反對八九來 所以這件事不存在 對啊你沒有反對 但不代表網紅B網紅C沒有反對 只是他們跟你同團的人有人不承認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檢討那個人 檢討這樣的行為 怎麼會是檢討我們這些不能去的人啊 這跟這次電視台還有台灣 紅去中國的事情是一樣的啊 跑來罵什麼波特網還有鋪馬 莫名其妙 班上有人錢被偷了 老師問是誰對吧 找不出兇手 大家反而去怪遺失錢的那個人 還怪老師為什麼要找麻粉 今天老師對大家說 班上王小明被欺負了 請大家不要再欺負他了 好嗎 結果這個時候一堆人跳出來罵老師罵王小明 你們造謠吧誰欺負他 是王小明跟老師兩個起來欺負我們全班吧 明明是你們編故事 你看搞得現在大家都變成這個欺負你的嫌疑人了 你聽聽看你們講這個言論對嗎 你們講這個言論不就是支持霸凌者這樣的行為嗎 今天大家應該站出來譴責中共對台灣的統戰耶 對吧 但你們沒有 你們反而是去嗆 把中共統戰這件事情曝光的人 莫名其妙 你們只有凡事接觸過兩三個以上被迫害的中國人 回不了中國了 甚至新疆人還有西藏人 你跟他聊天 跟他訪談過 你根本就不會講出中共統戰或是侵略是不存在 因為你講這個對他們來說是惡度傷害 今天影片到此就結束 喜歡記得留言我們不相見 一定要把我封鎖我是爸 下次見 拜